北京时间9月9日,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团体赛的争夺,在蓝团半决赛中,林高远领衔的广东队倒比分3比2击败黑马福建队,闯入决赛将和马龙领衔的北京队展开决赛争夺,不过落败的福建队本场比赛再次险些暴漏, 尤其是22岁年轻小将郑培峰一人独得2分,还击败了国平世界冠军林高远,听得广东一身冷汗,在本场半决赛中,广东队拥有林高远,周旭豪和张朝作战,而福建队格是郑培峰,苏玉杰和林晨,从名气上来看广东队明显更胜一筹,不过本场比赛中,郑培峰的发挥非常出色, 第二场3比1击败国家队队队由周旗豪,将比分搬成1比1平,第三场福建落败后,郑培峰再次出战3-1痛击林高远, 4局的比分分别是11-41到11-11到31-9,可以说面对如今是国平当红小生的林高远,郑培峰毫无剧色,谢谢帮助福建再次爆出冷门,虽然福建最终落败, 但是郑培峰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,作为国平新生赛中少有的直派新星,郑培峰目前的状态可谓火热,在十几天前,郑培峰刚刚在捷克公开赛中斩获胜牙第一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头衔, 而在此之前的保加利亚公开赛上,郑培峰还击败过头号种子奥加洛夫,作为有着小市锦赛支撑的前锦赛,任何球员赢球都不是什么新闻, 因为中国的乒乓球好手实在太多了,此次,刚刚在亚运会斩获银牌的林高远,被小一岁的郑培峰击负,相信也不会有很多人感到惊讶, 对于国平来说,形成良性竞争,才是长胜不衰的法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